你们打球的时候 有没有经常被对手压头顶压得非常难受的 头顶球总是打不好 总是打得非常难受的 换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我们在打头顶球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感觉总是很被动 总是很难打 因为你在打头顶球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或者说你对于步伐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会觉得步伐步伐 光用脚发力就可以了 所以你每次在头顶移动的时候 你向左后方发力 你都会怎么样 先动脚再动手 但是如果你是先动脚再动手 你会发现 当你到位之后 你的手拿起来 这个球可能怎么样 当你手拿起来的时候 这个球可能就过去了 在你的头顶后面 你只能仰着腰去打这个球 你会感觉非常的被动 那我们怎么样 让自己不那么被动 还可以让自己的移动速度更快呢 那就是在启动的时候 步伐的第一步 不是动脚 而是动手 要怎么样 你要用我们的手 怎么样 先做出我们的闪电加排 我们在加排的时候 手要迅速发力 让我们的手 给我们身体一个向左后方的惯性 让我们的脚顺着惯性去移动 顺着惯性去移动 你看 一步 两步 就可以快速到位 而且当你的手做起来之后 对手的球是肯定会在你的拍子前面的 你就可以直接拦截发力 在最佳的继续点将球打出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我们的球 要怎么样 很多教练会将你们 头顶去的时候 一定要先转身 如果你在打头顶的时候 先转身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对手的球速度很平很快的话 你先转身 幅度是很大的 速度是很慢的 你一旦转身之后 对手的球可能就过去了 你电一步电两步 到位之后 这个球可能就到地上了 你还想转身击球 是来不及的 所以我们在打头顶球的时候 不要先转身 你要先判断对手是什么球 能明白吗